好 大家好 又來到Science Journal的時間 今次我們想看的文章就是 Development Picked to Human Organ Transplant 文章的題目也寫得很清楚 其實在說 豬的器官可不可以給人 究竟我們的進展是如何呢 第一件事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 為何我們選豬 他也說了一個很實在的原因 因為其實豬的器官和人的器官 都是差不多大尺寸 亦都在動物物理學上都是相似的 所以我們嘗試去想一下 可不可以用豬的器官放在人那裏 當然其實你也會說用人都可以放在人那裏 不過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好的matching 所以為何我們要找一個更好的器官的來源 於是他在這裡說了的時候 他也說回其實我們有什麼困難呢 他就說到其實要直接去做人那裏 其實就太快了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就找一些 這些non-human的primers去了解一下 之後我們做這些折肢的實驗的時候 就會發覺其實那個新來的器官 就會引發得到一個很嚴重的過敏反應 這裡就叫做一個HAR Hybrid Acute Rejection 其實原因是因為有些抗體就是在那個hose當中抵抗著那些新的豬的器官 於是乎很多時候都可能在幾分鐘之內 甚至一個多小時之內那個器官就會壞死了 於是既然我們知道到了究竟那個antibody的抗體究竟貼在哪裏 於是乎中間他就說得到其實我們發現了中間我們其實就是靠 recognize 所謂叫Gail的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可以有效地 remove 這些antibody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將他們幾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延長去到幾天甚至乎幾個星期 但是這個方向他慢慢地就發現有他的限制 為什麼呢 因為發現原來在豬的那個基因裏面其實有一種叫做 Picium Endogenous Retrovirus 那就是這種東西其實就已經插進去那些豬的基因庫裏面 所以如果我們直接拿那個器官過敏人那裏的時候 就有機會將這個病毒都會過來的人那邊 所以也不是太理想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不影響大家繼續嘗試去做的 於是他就說了 嘗試按下剛才說的那個Gail的問題 嘗試這個方法都可以令到他可以變成到有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當然可以繼續做不同的genetic modification 在那隻豬那裏 所以就慢慢去嘗試延長他 所以你記得到他後面都說到其實 甚至乎可以用到一年這樣的情況 而心臟也可以用到大概九個月左右的情況 但是當然我們中間的過程 都要不停按住那個免疫系統 因為我們免疫系統 就要認住那個在國外的器官 所以就打他 所以其中一個我們想到的方法就是 就是我們直接在Bone Marrows裡面都換了一些 豬的相關的細胞 那就從而訓練到我們那些T-Cell B-Cell 和Natural Clearer Cell 就會容易一些在那個系統裡接受到的 當然也不在人裏面做的 我們正在用Mouse去做一個模特兒 那之後他剛才也說 剛才有那個Vitual Virus都會在他的主要基因裡面 那所以他也會想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移除了相關的那個基因段 從而減掉到那個問題呢等等 但是當他說了大論的那個NHP裡面的進展的時候 他也很坦白去說其實我們會有什麼困難 這個也是我們科學科一個很重要的論 就是用Model去讀很多東西 但是Model本身也會有他的限制 例如始終就不是一個人 所以我們沒辦法去估計到在人的時候 那個情況會是怎樣 那你也說下上來講的好像很划算 其實這一段正正在說 其實在人和不同的NHP裡面的反應 是會有所不同的 所以這裏就是那個內容去解釋 那之後當然我們怎樣也要去做一個人體實驗 我們進行 clinical trial 我用了兩種顏色去分別 分別是淺藍色 這個就是New York University做的 另一個就是UAB做的 那他們其實是想看一下那個 腎臟的維持程度 他們做了一些已經老死亡的adipation去做 那他們去做的時候 都大概可以做到 其實在五十多至七十個小時裡面 都可以運作得到 而其中藍色就是New York University 那個 就證明到那個kidney 是真的在運作的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實驗有少少的不同 那之後去到馬里蘭大學裡面 他在2022年的時候 也都嘗試把一個有基因改造的豬的心 都放在一個病人那裏 其實都維持了一段都相當長的時間 那當然那個病人最後還是要回到一個 life support 的狀態 那 所以他都會說 其實某程度上都證明得到那個豬心 都可以支持得到的 那當然還有那些virus等等的問題都可能存在 那之後他都去反思這個實驗裡面 可能有什麼問題 就是剛才我們說了 它是一個genetic modifier的豬心 那他都會說 其實會不會有些genetic modifier 其實是不知道是不是要做的 因為我們弄走了10個 於是就放下去是ok而已 但不知道那10個會不會是多餘 甚至乎是一個有害的modification 那這個research 都很open 對這個possibilities 而至於下面他都會繼續說 有些困難 在整個研究裡面 我們都未是很完全理解得到 那所以去到最後 其實他都告了一個很humble的一個comment 就是他說 many questions remains before the axial transpalations can be optimized in humans but they should not prevent the preliminary clinical studies from preceding 是的 我們都知道還有很多的疑問 是在當中 但是這些疑問不等於 代表我們因為看到那個疑問 就應該不繼續做下去 所以他都會說 其實這種未來的發展方向 希望總有一天 都會對於整體人類健康 是有所貢獻的 那這些文章裡面 我總結它大概說了什麼 那他就會說 The article was about axial transportation 即是異種移植 即是由豬去到人 我們叫做不同的物種 所以叫做異種移植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of peak to human organ transplants was discussed Instead of using humans as the subject Initial research used non-human primates This suggests the transplantation result in rapid hyperacute rejection HAR due to existing natural antibodies in the host 這裏就說我們在NHP這些研究裡發現到 其實那個問題主要會在哪裏呢 就是引發到這個HAR Recently the study extended to clinical trials but with extensive extreme cares 那我們慢慢都要做回人的那個實驗 那但是始終人的實驗 我們就不可以拿人命來駕飛的 那所以呢 它都是很多時候就是用一些老幹死亡 或者已經沒有辦法去救得到的病人裡面 去做這些實驗 但是還是要很小心 還有需要處理到道德的問題 How is this related to me? The development showed a few features 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such as science is an ongoing inquiry eliminating the possibilities and refining the hypothesis It also showed the limitations in using model organisms 那它這裏其實就會說到科學是一個持續的進化 因爲我們見得到原來有個這樣的問題 就是HAR HAR是源自於antibodies 那不如我們嘗試整齊了antibodies 我們嘗試可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那它整齊完之後就發覺原來不是 那個豬的基因裡面 都可能會有些Vitual Virus 那這個都會引致到一個新的問題 那我們很多時候科學科的發展都是問題 答問題地發生的 那於是我們就慢慢去剷走一些可能性 那去到最後也要得到新的結果的時候 都可能要修正自己的一些假設 或者做一個更加好的一個結論 那而它中間因為用到這個non-human primates 就是可能是一些猴子 猩猩等等的物種 甚至是可能老鼠 那但是其實都會告訴大家 其實就是這些模式 其實都有它的限制 那當然我們就不應該因為看到有困難 所以停步 那因為始終這個研究範疇 都應該可以未來救到很多人 而且亦可以令到我們更了解人類的免疫系統 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到這裡 之前 minha子能夠趕快 那我先去那一段 video 那再進一段 video 那就是要先去那些 那你還能夠分析